現在正式踏入夏天 這幾天熱得不得了 我只想留在有冷氣的地方 尤其出汗後, 冷氣後 小心點, 很容易會感冒 尤其是小朋友或長者 長者面對不少呼吸道的問題 所以今天請來 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 陳偉文醫生跟我們講解一下 歡迎陳醫生 大家好… 其實長者通常會面對 哪些呼吸道問題較多呢? 在我們呼吸系統科醫生 常見的呼吸系統疾病 老人家除了上呼吸道感染 傷風感冒之外 我們也看到不少有慢了肺病 肺炎和肺癌 為什麼老朋友的長者會比較常見? 由於吸煙是肺癌和慢了肺病的元兇 他們一生人, 長年累月 都接觸這些致癌物質 以及刺激物質的話 他們自然就會有更多機會 引致這種疾病 至於肺炎來說 因為長者本身的抵抗力比較差 再加上他自己可能有別的自身病患 例如糖尿病 他們也會有更多機會感染 有些病患者 可能他們本身因為中風 或是胖金順病的關係 會引致他們吞煙或咳嗽的能力會減低 所以相對上他們也會有更多機會 會引致肺炎的產生 這些呼吸系統的疾病 有什麼特點呢? 首先說慢了肺病 慢了肺病來說 很多時候病人來說 最初的病症都不明顯 可能他會咳嗽、痰嗽 但到後期一點 他會開始發覺日常起居簡單的運動 他可能也會覺得有點氣喘 再到最後期的話 可能他就會靜止的狀態 也會有缺氧 甚至是氣喘的情況出現 相比來說 肺炎是一個比較急性的病 很多時候他們就會發高燒 會有咳嗽、濃痰 甚至痰裡面會帶血 有些病人甚至會胸痛 咳嗽的時候會有 至於肺癌來說 初期病症都不明顯 可能會是慢性咳嗽 有些病人會有咳嗽 但到後期的話 可能也會有胸痛 甚至氣喘的情況發生 但是長者很多時候 可能有些痛 或者幾聲咳嗽 他們自己會以為很平常 沒有及時求醫 會有什麼危險呢 首先一個危險就是在於 譬如慢了肺病來計 他如果不早點去治療 希望暫…令到用藥物 可以減低他的進度的話 遲了他要領致慢性的呼吸衰竭 可能日後就要靠氧氣治療 維持著生命 運動量自然就會減低 可能不能外出 享受不到飲茶 跟家人相聚的時間 肺炎來說 因為是急性疾病 所以如果你不早點 接受抗生素或病毒治療 可能就會有生命危險 會有敗血症 急性呼吸衰竭 甚至死亡 肺癌大家都知道 是一個很嚴重的疾病 在現在來說 手術是唯一一個 可以根治肺癌的機會 如果我們遲了診斷的話 可能我們只可以用一些 舒緩的治療方法 例如化療、標靶治療、電療等等 去幫助他 如果說到呼吸毒疾病 其實慢了肺病 也有一種比較嚴重的疾病 對於這隻長者來說 可否再跟我們詳細說一下 這個病 是, 慢了肺病 其實主要的原因 都是因為吸煙 一手煙、二手煙 有些女士不吸煙 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 他們可能就是因為 平時煮飯 是用一些低能源效益的燃料 所以在燃燒過程中 產生很多微粒 而他們的抽氣、通風系統 又不是很好 所以會長時間吸入刺激物 去刺激到氣管 以及肺氣泡 長時間的刺激和破壞 就引致到我們所謂的 慢性呼吸性的疾病 包括慢性刺激管炎 以及肺氣腫 這些情況就會影響到 病人除了咳嗽、痰之外 也會影響到他呼吸的時候 可以拿到有多少氧氣能量的供應 長時間就像剛才說 會引致到慢性的衰竭 呼吸的衰竭 以及需要用氧氣 嚴重的會引致心臟病 因為血氧供應得不好給他 由心臟病的情況產生 我想問, 這麼多呼吸系統的疾病 醫生是怎樣去診斷的呢? 當然我們要用病歷 也要做身體檢查 很多時候我們第一步 都會用照X光 照X光來說 可以令我們看到肺的影像 例如來說 這個就是慢阻肺病的X光 你會看到正常的肺部就是這樣 在慢阻肺病的病人來說 因為他呼吸、呼氣的時候 是有阻塞 所以他的肺部容量好像比較大了很多 而橫隔膜也壓扁了 另一方面來說 在肺炎來說 我們就看到相對上來說 會有一些白了的地方 當然白了 再加上他有發燒、咳嗽、痰 這個也可以給我們一個 有信心的診斷 他是有肺炎的情況 至於肺癌來說 有很多種的表徵 很多時候的X光 我們看到可能會有一顆東西在 不知道是什麼 很多時候我們看X光 也說不出多少東西 接著我們可以做什麼呢? 我們可以做一個電腦掃描 去看看這顆東西像是什麼 如果我們擔心肺癌的話 我們就要做進一步的檢查 例如我們就會做氣管鏡 現在來做氣管鏡 我們做什麼呢? 我們有一支軟性鏡 用局部麻醉、鎮靜劑 就經鼻咎或者口 進去氣管 現在來說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用X光 或者其他方法 去用導航 去到這顆病患、病遭的地方 是拿組織化驗的 氣管鏡可以幫助我們拿組織之外 也可以拿到痰、分泌物去種菌 看看有什麼細菌 有沒有肺爐病之類的 可以幫助我們很多手做一個診斷 另一方面來說 如果是慢阻肺病來說 我們很多時候都要依靠 一些所謂肺功能測試 去幫我們的病人看看 究竟第一,他有沒有阻塞性障礙 如果慢阻肺病就有阻塞性障礙 第二,可以看到究竟有多嚴重 究竟去到後期肺的損害有多少 這個做的方法很簡單 現在也看到這些機器是完小的 可以平時在醫院的診所也可以做 是,我看到那些藥和哮喘藥 也是很相似的 是的,現在治療慢了肺病 我們主要都是依賴吸入式的藥物 吸入式的藥物有個好處 就是藥可以直接去到病原 即是肺部 變成我們可以用比較小的份量 但也可以更加直接地去到肺的氣管 這些地方 使病人不需要用那麼多的藥 或者那麼多的副作用 達到他的療效 在慢阻肺病來說 現在我們主要都是分開兩大類的藥物 主流我們都是用所謂的 長效氣管舒張劑 希望令病人的氣會舒服一點 有一小部分的病人 我們都會嘗試使用吸入式的類固醇 希望減低他們急性病發的機會 以及希望他們的氣管 是沒有那麼過敏和發炎的嚴重 在這種情況來說 我們現在的新一代藥物 有時候都會用混合式的治療 二合一、三合一 希望病人不用拿著那麼多的東西 在家裡、外出街 變成他會更加方便 以及也希望他不用拿著那麼多東西 方便可以用得更加暢順 也可以鼓勵他聽我們說他會做 因為有時候拿著那麼多東西 他真的挺麻煩的 對,他沒有那麼好心情 他就不會用 這樣會影響到我們想達到的療效 那這些舒張劑之外 還有什麼,如果更嚴重的 還可以做什麼呢 當然,我們主要是依賴這些藥物 亦有一些個別的口服藥物 可以幫忙 但從一些很差的病人來說 就是說他們不僅僅喘喘 可能平時在家裡坐下來也喘喘 甚至缺氧的情況 我們可能就要用一些所謂的 長時間養氣治療 使他們在家裡也可以接受到養氣治療 減低心臟病的機會 就是這種就是非藥物治療 沒錯 其實不是說病情沒那麼嚴重 才會用非藥物 反而是比較嚴重才會用到… 非藥物治療實在是一個慢了肺病 跟藥物治療相負相成 其餘的非藥物治療 當然我們最重要的說法 就是在吃煙一定要戒煙 因為這是最有效 減低肺部功能損退的方法 第二來說,要勤做運動 肺部復康治療也很有用 定時打季節性流感針 去預防有流行性感冒這些病 也可以幫助很多手 減低急性病發的機會 其他的藥物 可能是因為慢了肺病 而引起其他問題 而吃另外的藥 是否這個意思 也有機會 例如剛才我提過 如果慢阻肺病嚴重的時候 會影響到心臟 很多時候病人不只有一種病 可能有心臟病 所以他可能要接受心臟治療 再加上因為他們吃煙 引致慢阻肺病 而冠心病也是因為吃煙的元兇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不能看病人只有一種病 我們要看一個年紀大的病人 接受吸煙這些和害之後 他會有很多種病在一起 所以我們一定要整個病一起看 慢阻肺病的病人 有什麼需要留意呢 第一, 我想他們一定要定時 正如剛才所說 定時用藥 希望減低肺功能的減退 另一方面 他也要留意一個可能性 叫急性病發 急性病發 就是說他在平時 已經有機會氣喘 病徵 突然間 因為可能外來的因素 譬如我們看到冬天很冷 或者他們有傷風感冒 引致到他的急性病發 令他的氣喘加劇 痰多了 亦會濃密了 所以在那些情況之下 他們應該盡快治療 因為可以可大可小 甚至是引致肺炎 如果不接受抗生素 或者類固醇治療的話 他可能會生命危險 可能要進醫院作用氧氣 甚至是無創通氣的治療 也不奇怪 整體來說 老人家在呼吸系統上 有什麼地方要注意呢 我想長者有一件要留意的 就是因為他的抵抗力 和身體機能開始下降 所以某些病徵來說 例如發燒 在肺炎來說 可能是沒那麼明顯的 所以我們也要留意 如果長者開始有咳嗽痰 開始可能沒什麼胃口很累 我們也要留意他們 看看需要不需要叫他們 早點去接受治療 另一方面我們也要留意 長者可能會怕麻煩年輕人 小小事他會覺得 不像老人家姐 氣不太好 我吃飲料已經是這樣的 當然是有兩口痰痰 這些情況來說 我們也要更加警惕 明白長者的需要 以及他們的特性 如果不是的話 驗治療就不太好 譬如家人這樣 去照顧他們的時候 有什麼要注意呢 我相信來說 也要看回叫他們 就是日常起居飲食 也要維持均衡的飲食 叫他們多一些運動 鼓勵他們戒煙 以及定時接種的流感疫苗 我們也要維持一個高警覺性 看看他們的病徵 究竟是否有… 除了咳嗽還有其他東西呢 要鼓勵他們去看醫生 記住要戴藥 如果真的本身有病 那些要… 真的這個很重要 今天真是感謝陳醫生的講解 大家如果對著一些家裡的長者 不妨倒小心照顧他們 大家身體健康很重要 有任何問題 記得詢問相關專業人士的意見 那… 早安… 喂… 這可能是… 最好了… 接下來…